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的社会群众当中,我觉得父亲应该是一个稳重,更加细心稳重和不苟言笑的一个角色。 父亲的责任和母亲的责任相比的话,更加的艰辛吧,他们需要承担家庭的更大的经济责任,然后会通过自己的力量去为家庭和为孩子创造更好的环境,并且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能够多抽出时间来陪孩子,成为孩子生活成长过程当中的一座大山吧。 母亲的责任和父亲的责任和父亲的责任,在父母亲的责任之间的责任,并且在父亲的责任和父亲的责任的责任。 爸是非常聚集的在孩子 他在乎生活中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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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乎弟呢 他尽量地在做到 我心目中的这个标准 但是呢 他跟我的预想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他在努力 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足够了 然后呢也是 我觉得一个爸爸 只要肯为这个家庭 肯为孩子 以自己的权利 去承担他 应该承担的责任 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 好的爸爸 Society's outlook of a typical teenage father is a dad be dad one who just gets somebody pregnant then denies the child and say oh that's not my baby and it just leaves you there stranded Karsten mann min 他認識自己的兒子,他認識自己的兒子 他在活動中,他也在活動中,他也在活動中 每天早上,午餐,探訓,午餐,午餐,餐,餐, 他也在一起,他也在一起,他也在一起 有些好父母,有些好父母,有些好父母 他也在一起,他也在一起 我們也在一起了兩個年紀的年紀 昨天晚上,他的 role is big in our lives. 只要是在地上的地上 所以那些地方是非在地上 因為牠在其中央中的地上 因為牠有人用で 把牠的地方交給了 給牠們的這邊 這就有很多